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俗话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可是今天小编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一个死神的儿子竟然想要做一个天使 隐森的城堡中,死神和他的儿子正待在房间里享受美食 不过他们的美食也比较特别,竟然是牛奶和蟑螂 吃完饭以后两个人洗漱完毕 死神就夹着自己的空管包准备出门上班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在看一些温馨的小动画片 作为死神的儿子自然应该变得高冷一点才是 于是死神惩罚儿子用油漆把门前的木桩刷干净 然而死神刚走,儿子再一次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死神躲在路上不停地收割着人头 有的是出车祸的人,有的是不小心从楼上坠落下来的人 本人更多的是在医院里收割的人头 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他的家里 儿子争一脸崇拜地看着电视机中的超人天使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 儿子竟然用油漆把自己刷成了白色 还给自己搞了一堆小翅膀和光环 这让死神老爸如何忍得自己的儿子竟然想到一个天使 于是他狠狠地打了儿子一顿 然后坐在一边冲着烟思念着自己的王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已经离家出走了 儿子离开以后,一心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当他路过一家屠宰场的时候,发现人们把牛裁人的宰杀 于是他善心大发,拯救了一头牛 然而当他刚把牛放生,就发现这头牛两成了一场车祸 这场车祸导致一对夫妻生生死亡 只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小天使般的死神之子想要拯救这个家庭的美好 于是他强行把灵魂给两个人塞了进去 这下可不得了了 一时间天空中阴影密布,这两个人竟然变成了僵尸 还把自己的儿子也给咬成了僵尸 而且当他们看到过路的行人时 也忍不住想要去咬伤那么两口 就在这一切即将乱套的时候 死神突然出现 他用自己的魔法帽子把几个僵尸的灵魂收了起来 当死神看到自己儿子内疚的眼神时 他选择了原谅儿子 当然这一次小儿子也终于明白了父亲工作的意义 从此以后他跟随着父亲一起 收割那生命走到尽头的人们的灵魂 这份工作虽然看起来不那么美好 可其实人的生命总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死神是终结 却也是另一条生命的开始 只有勇敢地面对死亡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重生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展包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